大一高跟鞋教堂 高17公尺 寬11公尺 曾經挑戰世界紀錄 最大高跟鞋的景點 如今周邊放眼望去 人呢 遊客寥寥可數 景點人氣大為下滑 希望說有一些 多一點設施會比較吸引人 這麼一個高跟鞋 有點太單調了一點 看看過去人潮多到爆 連周邊要停車都很難 各家停車業者搶生意 如今冷冷清清 想看到塞車情況都難了 更別說生意上門 今年初風光開放 還曾經創下一天5萬人次的人潮 不過對比8月 一整個月有21萬人次 到了9月大幅減少了9萬人 每個月瑞檢 原本預計開放以來的 第200萬遊客 會在10月底出現 現在都11月底了 還在苦等 那我們未來在這個 整個布泰地區 還有周邊的鄰近的景點 事實上我們都 還有相關的計畫在執行的 我們的夜間的光環境 也正在設計當中 當初砸大前2300萬 蓋高跟鞋教堂 現場除了一座教堂 四周景色十分單調 讓遊客少了想再去一次的衝動 雲館處打算在周邊 嘉義部帶裝設燈光藝術裝置 但不管是高跟鞋教堂 還是燈光藝術 都只是暫時的打卡地標 沒結合文化恐怕也是 耐以維持 記者 侯國文樂筆箱 嘉義報導